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汽油价格在不断上涨? 是的,受国际油价不断飙升的影响,在过去几个我国成品油调价窗口,油价都在上涨。 到今天,有的城市92号汽油都已经突破8块钱一升了,全个有用,国际油价上涨。 甚至有人预测,再调那么几次,可能98号汽油就会达到10块钱一升。 对于有车足而言,这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了。 咱们都清楚,国内油价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因为我国成品油每半个月就要根据国际油价进行一次调整。 国际油价今天已经涨到一个什么样夸张的状态了? 2月16日,英国市场及其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达到了每桶100.8美元。 这是国际油价在2014年以来首破100美元大关。 这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啊。 8年以来,国际油价终于重破100美元了。 说实话,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享受着低油价的福利。 甚至啊,大概也就在两年多之前吧,国际油价曾经低到每桶三四十美元。 有的那个产油国是哀嚎连天的说,这个国际油价简直都要低到开采成本了。 再这么降下去,产油国都要破产了。 当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而言,作为全球工厂,我们是要进口大量能源的。 我国早就替代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所以前两年的低油价对于我们发展经济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反过来讲,当油价高起之后,对我国经济肯定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 因为石油堪称工业的命脉,工业的血液呀,并不是说有车足它担忧油价的上涨。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油价上涨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 哪怕你不开车,你总得出行吧。 那个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它也要烧油啊。 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享受到的所有便利,那统统都是物流业在支撑啊。 油价的上涨将使得物流业的成本飙升,接下来就有可能使终端商品的价格提高。 所以很显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能源进口大国而言,高油价不是一个好事。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高油价是不是个好事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些年来啊,得益于页岩油革命的成功,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角色早就发生了变化。 以往,美国作为全球工业产值最高的国家,美国是一个能源进口国,所以才有了石油美元的原因。 然而,这些年来,此消彼长的变化。 一方面,美国的产业在空心化,用不了那么多石油了。 另一方面,页岩油革命成功之后,美国本土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美国实际上在能源问题上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 甚至,美国人现在要考虑的是,他们有没有可能把更多的能源卖出来。 就像最近的欧洲能源危机,俄罗斯无法通过北溪二号把气力卖给德国之后呢, 美国说没事了,我可以调集大量的LNG液化天然气船,我把美国的天然气卖给德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今天制造乌克兰危机也是为了使得美国大量的能源能够出口到德国。 所以表面上看,美国未来将会成长成和沙特俄罗斯一样的能源出口大国。 那么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是不是个好事呢? 显然至少现阶段不是个好事。 为什么?因为美国虽然在能源问题上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了,但它确实是个能源消费大国。 美国是号称行驶在车轮上的国家,美国三亿多人口有两亿多辆汽车。 所以其实相对而言,美国老百姓对汽油价格比我国老百姓更敏感,毕竟在我国有车足还是少数。 而对于美国人而言,加油那就是日常生活呀。 尤其是美国今天正在遭遇到40年以来的大通胀。 1月份的CPI指数高达7.5%。 进入到超市之中,美国老百姓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物品价格都在上涨。 当然我们都清楚,美国这一轮大通货膨胀是拜登政府不断印钞的结果。 美联储现在非常希望通过几次升息来平抑这个大通货膨胀。 然而,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要叠加高油价了。 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很多地方的汽油价格飙升了30%50%。 对于每周都要加油的美国家庭而言,这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 是啊,在美国那样一个地广人稀的状态之下,你没有车不加油是寸步难行的。 汽油绝对是生活必需品呢。 所以很显然,国际油价的提升将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让美国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所以美国在现阶段实际上是非常盼着降油价的。 就在前不久,美国政府已经几次三番的抛出了它的战略石油储备,希望能把油价打下去。 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杯水车薪的操作。 相对于全球的高油价,美国政府抛出那点石油储备,实在是太可怜了。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如果国际油价继续攀升的话,那么很显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将继续。 即便你不印那么多抄了,即便你美联储再搞几次加息,很显然,由于国际油价的提升将推升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成本, 那么美国这个大通胀在短期之内就控制不住了。 而几乎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不利于调低油价。 美国政府今天在整个欧洲宣扬乌克兰的危机,甚至美国政府几次三番的做出断言说,哪一天俄罗斯大军就要进攻乌克兰了? 谁都知道,越是战争的时候,这个能源物资越上涨。 为什么?这个仗一打起来了,天下不太平,很多人就要囤积物资了,尤其是俄罗斯还是一个产油大国,所以这个事就更加麻烦了。 本来如果在和平年月呢,美国可以跟俄罗斯商量,可以跟欧佩克商量,说现在这个国际油价太高,那么你们作为产油国,你们增产吧,你们多生产出点石油,把这个国际油价平移下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可问题是现在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出即发,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怎么跟俄罗斯谈啊? 甚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的在叫嚣,如何在经济层面上制裁俄罗斯,你都要去制裁人家了,你怎么指望人家多生产出石油? 甚至这个仗一打,双方变敌国了。 现在仗还没打呢? 美国就不允许北溪二号开通,不允许德国大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好吗? 到时候仗真正打起来了,美国怎么跟俄罗斯进口石油啊? 美国也一定不会允许他的盟友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无疑会加剧全球的能源供应紧张。 难怪有经济学家分析说,在今年全球石油价格有可能被推升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一桶。 说实话,美国或许不喜欢高油价,可是对于俄罗斯而言,那真是太欢迎高油价了。 我们以往就讲,俄罗斯在经济上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大号的沙特,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商品呢就是它的能源。 而且近些年来,俄罗斯也意识到了矿石能源的危机,未来再过几十年,全球能源恐怕会被新能源所替代。 所以俄罗斯主管能源的高官早就说了,从现在开始,俄罗斯能卖多少能源就卖多少,卖的越快越好,卖的越多越好,就为了给未来的俄罗斯积攒下足够的资本。 前两年,国际油价低到三四十美元一桶的时候,俄罗斯中央那个财政真是捉襟见肘啊。 有的时候工资恐怕都发不出来了,但好歹啊,俄罗斯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所以俄罗斯从低油价时代挺过来了。 每桶三四十美元的时候,俄罗斯都能挺过来,现在每桶一百美元,甚至未来要一百二十美元了。 您想想,俄罗斯能赚到多少钱呀?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中央财政丰沛,所以俄罗斯就敢于在乌克兰地区跟美国叫板。 那个十几万军队的演习,花很多钱呀,可是没关系啊,国际油价飙升啊,俄罗斯现在钱壮得很呢。 还有伊朗,说实话,前一段时间啊,美国跟伊朗关系有点缓和。 伊朗那个联合国汇费交不上的时候,美国还特批啊,同意韩国用扣留伊朗的资金帮伊朗交汇费。 为什么?美国想和伊朗缓和一些关系,重现议和协议,以便让伊朗恢复石油生产,哎,把这个国际油价平抑下来。 但很显然,过去特朗普时代造成两国的裂痕现在还存在。 美国如果想和伊朗重新谈判,是需要答应人家很多条件的。 在现在这样一个高油价状态之下,伊朗也觉得奇祸可居啊。 美国你现在有求于我,你希望我加大生产,跟你签了协议之后,增大供应,以便平抑全球油价。 那么很显然,我就手里有了更多的筹码,跟你谈判了。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短时间内,他能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把国际油价平抑下去呢?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很显然,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这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很有可能,他根本就控制不住高油价带来的通货膨胀了。 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当然也很忧心这个事,毕竟油价的提升会加剧我们的成本。 去年喊了一年的大通胀没有到来,那么今年通货膨胀有没有可能到来呢? 但是反过来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新闻? 那就是去年,我国实际上从海外进口的石油量比前年要减少。 当然,由于去年国际油价已经涨上来了, 所以我们花在进口石油上的钱比前年要多,但是量上要减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也在做能源的替代。 咱们就说,购车这一个事什么? 在国际油价很低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买电动车似乎也不是很划算。 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冬天掉电掉的烈海,自己没有充电桩呢,到外面去充,价格也挺高。 而且国际油价长期徘徊在三四十美元的低位,大家觉得其实加油也花不了几个钱。 可是如果国际油价长期在一百美元一桶以上,那么是不是电动车的经济性就凸显出来了呢? 从全球乘用车领域来看,我国在电动车上发展绝对是最迅速的。 这已经给很多人省下了很多油钱。 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都维持高油价的话,那很显然,对于电动车领域,这是一个发展利好。 为什么去年我国进口的石油量在减少? 这是因为在我国大地上已经跑开了几百万辆电动车了。 这就等于减少了几百万辆燃油车的消耗。 那么在高油价背景之下,会不会我国电动车领域发展的会更为迅速呢? 未来几年我国的石油进口会持续减少呢? 以往我们就讲过,在汽车领域,美日西欧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积攒了上百年的技术壁垒。 我们想要弯道超车,那不可能。可是在电动车领域,我们已经把有些对手甩在身后了。 而高油价无疑会推动全球电动车产业的大发展。 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另一重利好呢? 赵旅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地鐿资本巨资本质量。